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调查当中 屏东游民被害人被人掳走 嫌犯要求家属赴赎金 警方获报前往双方约定交钱的地点超商前救人 成功救下了被害人并压制歹徒 详情交给记者雅馨 社会消息 今年早上7点多台北市内湖一间铁皮仓库 突然发生大火火势相当的猛烈 现场是陷入一片火海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叶宇娜 泰山经营权之争持续延烧 因为拒绝龙邦恶意并购 泰山公司的员工今天上午到了高等法院 向龙邦公司的母集团 国保创办人朱国荣提出抗议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惠良 农力纯洁将至世贸年获展今天登场 除了邀请115家的厂商参展 彰化北港朝天宫妈祖 今年也同样来现场住宅庇佑 不少摊商一开展都先来参拜 详情我们交给记者惠之 好 谢谢惠之 现在农历春节的年味越来越重了 其中在台北市一家私厨 他就推出了一道要价三万五千元的鸡汤 采用号称是土鸡界的爱马仕 也是所谓的帕修司机 同样是万元起跳的 还有范定业者推出了月事年菜 另外有半桌名厨推出了中日年菜组合 有秘制 玫瑰 有鸡 还有龙虎斑等食材 成功年菜赏集 前陆军步兵训练指挥部的 中式分队长袁信男子 去年三月清晨 他喝完酒开车行经苗栗 超速撞死了一名77岁的流姓妇人 而且肇事讨逸之后 还把这百万轿车给烧掉 疑似想要灭阵 苗栗帝院一审是判刑7年 他不服 便称以为只有撞到车子 没有撞到人 以及态度良好为理由上诉二审 但台中高分院不采信 维持7年原判 并裁定他从1月13号起 延长积压两个月 台中一所国小的三年级男童 没有慢性病时打了两剂疫苗 去年12月25号 因为发烧 腹痛腹泻 呕吐 急诊送医 当时他眼睛上吊 口吐白沫 PCR确诊新冠肺炎 经过医院抢救 在29号宣告不治 死因是新冠肺炎 并发的这急性脑炎 还有以及多重器官衰竭 这是台中疫情爆发以来 第二例的儿童死亡病例 德国的卫生部长劳德巴赫 5号表示 德国正在修改 中国旅客入境的规定 接着镜头来看到是在英国 英国的新冠疫情再度升温 加上医护人员罢工效应持续 导致许多的医院面临 人手严重不足 大量的病患迟迟等不到完善的治疗 医疗体系面临崩溃危机 前任教宗的葬礼 5号在梵蒂冈举行 我国前副总统陈建仁 担任总统特使出席 向造庭高层传达台湾人民的 诚治哀悼 稍早情况 我们请国际中心记者 吴建昌告诉我们 好嘞 看到这是宜兰县台九线 37.4K观音路段 受到东北季风连续降雨影响 导致上午4点多发生了边坡的摊坊 双方阻断影响到车辆通行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前立委罗志明疑似被中国军方吸收 拉拢海军退役夏富翔少将 涉嫌在台湾替中国发展组织 高雄地院昨天裁定 罗志明夏富翔两人交保 消息曝光后许多跟罗志明 过去有接触的明代 都是相当的惊讶 最新的情形 我们交给记者孙慧璇 副总统赖清德 在5号前往新竹市香山 来参访乌鱼籽的生产基地 了解乌鱼籽天然风干的制作方法 并品尝美味的乌鱼籽 大赞也够好吃 另外最后一站 更是到新竹市的天空谈开讲 跟党员们展开座谈 会议中是大谈九合一大选败选之后 民进党该如何重新振作 新智上路 今年开始民法规定的成年年龄 是从原本的20岁下修到18岁 只要年满18岁呢 就等于具有完全行为能力 不管是开户 办信用卡 甚至是买手机买房子 都可以自己来 不需要家长同意 另外在不动产方面 也能产生结税效果 税付最少差四倍 现在要租房子 静待宠物禁止抽烟 是很常见的禁令 但网友发现 这越来越严格了 有的房东不但要看良明镇 连带小孩的都被拒之门外 专家表示 其实房东担心的 就是他的装潢家具被破坏 这个情形在淡黄区是很常见 不过房东指出 可以观察租客的素质 或是签订损害赔偿契约 就能避免房屋被破坏 不一定要将有孩子的租客 拒于门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